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9月19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周本地初级建策活动 因故暂停一次健康生活走起来 BC省北部高山上发现大量恐龙化石 颠覆人们对其通常生活在海滨河畔的认知 省博物馆古生物学专家表示 也许可以发现新的北美洲恐龙物种 解密6000万年前 某些物种是如何生活在海拔超过2000米高原上的 这批恐龙化石位于温哥华北方 1700公里的斯派茨西高原野生省立公园 距近6600万到6800万年 以前在这个地区附近的盆地里 曾经出土过BC省独有的苏斯图特铁龙骨骼 即使在白厄纪后期 这里的海拔也超过2000米 这次发现的化石都在山区 包括霸王龙近亲的牙齿 大型石草恐龙的骨骼 三角龙近亲的牙齿 以及一种小型石肉恐龙的足骨化石 意义非凡 温哥华是开放BC省第一个公共吸毒场所 这是在原有的安全住手屋基础上改建的 据统计 温哥华因吸入式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大幅上升 从2016年的29%达到去年的65% BC省政府继续希望 使用有监督的吸毒方式来降低死亡率 为什么不想想其他办法 比如减少吸毒群体的整体数量来降低死亡率呢 据央视网报道 2024北京文化论坛9月19日再经开幕 中外嘉宾表示 要加强文化传承 秉持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珍惜之心 使文明基因和符号融入现代生活和日常空间 长春堂100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